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其實很多人都有一個想法 上班好累喔 每天看老闆臉色 你創業你就看另外一種臉色 看顧客的臉色 後來就會懷念老闆的顏色 而且你會懷念有價值 對 有價值 其實我是覺得有一個盲點 因為每個想要開店的人 第一個 譬如說不管是你要加盟 大家都看到你想要加盟的 店那個光鮮亮麗的一面 但我覺得你真的是要從頭開始評估 包括我覺得當然資金最重要 我一直強調你資金夠不夠 那我們就講第一個你要租店面 那現在以一般來講 他至少都要簽一到兩年的約 就是說你的租約 那你還要付一筆押金 那這兩個就是一個很固定的成本 那包括裝潢費 裝潢費一部分 然後再還有一個你第一次進貨的成本 你這個都要先把它加進去 但很多人都想要說 第一個營業額會多少 第一個營業額 第二個營業額多少 但當你沒有想到這一塊 你的固定成本在的時候 那就完蛋了 你太太有開化妝品 對 那是用你的錢 用太太的錢 應該是多她的錢吧 我錢都在她那邊 收歸國有 你會參與意見嗎 我很想參與意見 但會啦還是會啦 就是有一些 畢竟我覺得 一個人看的那個點不一樣 對 那多一點人去抓你的弱點 對 讓你去有改善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 我規定喔 我十歲高腳踏車 對啊 給你的批評建議 根本都是不需要的 只是擾亂你而已 會啦 我們還是會 譬如說像 他對管理員工這部分 他就比較心比較軟 對啊 但我會比較心比較硬的 他比較不會跟員工發脾氣 像我的方 我的想法就是 你員工犯錯的話 我可能就給你兩次機會 對 如果你再犯錯的話 我就叫你走路 那我老婆都是那種苦勸 跪下來勸你啊 從頭到尾就拜託你 他都用這種方法 他比較不會去罵人 那跟派他有過衝突嗎 我喔 沒有耶 因為大部分大事都要處理啊 因為他也不准我插手 他要做決策的事情 那他賺錢了 目前是小賺 真的很小賺 小賺是多少 但我覺得我們 因為他墊珠太高了 但我覺得我們有一個原則 我們當初達成的一個共識 就是第一個 我們不借錢 第二個 第二個我們真的也不揹債 對 也就是說我們用 怎麼那麼笨 你借錢跟揹債都給老婆揹啊 對啊 明知 到時候一定都用我的名字 要做這種事 不過我覺得這種原則 生意順的時候 這都可以 生意不順就沒辦法 你會想 下個月有機會 你就一直再墊錢進去 然後到了某個點 像這個他一定也剛才不會想說 剛才已經想 我一家超商 我不要借錢慢慢住 不會有什麼問題 然後就想 可能沒錢可以 還要開一間 叫書拐大 越開越多間 其實我常常想說 創業很多想法 不要借錢 不要非債 郭台銘剛開始也是這麼想 一開始就把老媽的山衰 全部賠光光了 你其實規劃的跟事務進行 就是很困難 但我覺得 因為可能我們兩個個性 還是比較保守的 這一點我們一直抓得很好 也就是說我們 當真的資金不夠的時候 當然現在還沒碰到這種情形 但我們一直在想說 我們一直在提醒對方 當資金不夠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再開店 那你創業花多少錢 不要再開店 現大概快500 500萬 對啊 我那也不少 現在幾家店了 兩家 兩家 因為我們那個店的成本 是比較高的 對 成本真的是比較高 因為當然我們就講 第一個租金 因為我們開的是韓妝 美妝 美妝 但你第一個 韓國化妝品 對 你點就要 至少要人潮眾多 但問題是你人潮眾多的點 一定就貴 那你裝潢部分 對 裝潢部分 你不可以隨便 你一定要用特有的設計 尤其又要依照韓國公司 那邊的設計 對 那你變成說 這方面你是跑不掉的 那你有碰過那種 很難纏的客人嗎 我還好 因為我們不在店面 我老婆不在場 對 我覺得兩個人一起 尤其像老婆 老公一直創業 或者是像我跟我女朋友 一起做工作這件事情 其實難免都會碰到很多 就是意見會有相窮窮的地方 可是我覺得 在處理方法上面 就是我們會回到 比較初衷的部分 就是你當初 為什麼要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每個人在工作上面的角色 就要先把它畫清楚 就是在裡面 不要把那個感情的部分 放在工作上面 像其實前陣子 我們就碰到一個 感情不要放在工作上 在比較好處理這些事情 例如說 像我們前陣子有一個 對啊 很難啦 你沒你沒 可是在談事情 就是就事論事 例如說 我們有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客人 在住巴黎島的VILA的時候 然後他最後 要回去前一天 錢被偷了 對 那錢被偷了之後 我們覺得在客人的狀況下面 其實我們第一個時間點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這筆錢我要陪客人 因為他接下來還要繼續玩一天半 那如果他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他玩起來他會覺得心情不好 對 可是就以我的女朋友 他在管公司的財務的部分來講 這個部分會多成一個公司的負擔 因為 這是旅館應該要負的責任 可是我的想法就是 在當下其實一定會有衝突 所以如果 在當下要針對這件事情 在這樣討論的話 會有問題 你女朋友算你管嗎 基本上 在工作上當然我管 你女朋友沒有在這邊聽 在工作上當然職位上是我管 你管嘛 可是我就會用比較私下溝通的方式 那你有沒有女員工 女員工的話 目前 在巴黎島 在巴黎島 台北這邊沒有 那女員工如果表現得比你老婆好 你口氣怎麼打 基本上工作上面 就要按照工作上面來打這樣子 那他也太 就是女朋友做得不好 你也斥責他 那這個女員工表現好 你也是跟他成這樣 那女朋友不會生氣 生氣回家生氣就好 那就回家也是 我覺得看個人的 人格特質欸 如果說你女朋友真的是 在事業上跟你 工作起來很麻吉的話 我覺得可以 否則你為了省一個工 為什麼 用自己人比較快 然後你不願意去 然後你就用自己人 其實你後面很麻煩 我覺得反而是麻煩 不如一開始就interview 直接找員工 所以還是要看個人 其實我覺得 不同的屬性 有個性的問題 你自己在做這個工作 其實你最清楚 哪一個位置是要哪一樣的人 而且一旦 而且我跟你講 幫自己人做事 就真的沒有假日 我跟你講 要救火的時候用誰 當然是幾人誰下火 對不對 你加班費怎麼跟他算 對不對 對啊 下班還要跟你約會 算不算加班 所以你們看 像我的話 你就偶爾看我在新門町發傳單 舉牌機 對 我也只能做這種 因為我這種樣子 不可能贊助 你今天很幸福吧 對啊 老闆就是很多女朋友 為了幫男朋友創業 然後幫先生創業 然後把先生拱起來之後 先生去交女朋友 神經病 真的 不要啦 你現在又對外遇到力性問題 沒有啦 我是說這個真的要看個人 不要因為貪一時之方便 只有自己人 我覺得很 反而是麻煩的開始 我非常贊成美人的觀點 我起碼我的朋友 裡面有兩對夫妻 就是因為工作 每天在一起 後來離婚 吵架吵不輸 不可開交 公司的東西 回到再去找 你很難分 而且大部分都是這樣 女孩子管財務 就像她的情況下 我沒出這筆錢 你怎麼沒出 這筆都要改完 就是這個 好 公司這樣 例如說先生把他押住了 我是老闆 回去那就不得了 重新算 回去再重新算 展過來 對 這種情況下 我認識兩對夫妻 公司規模都很大 吵到後來就離婚 我是有一個同事 他去開早餐店 他上班族 你知道其實也 做電視其實是很累 因為晚上有時候 都到到通宵 在間接 那是正常的 結果他就去開早餐店 開早餐店 就跟男朋友一起開 結果呢 我那時候籌備很久 因為要找店面 要裝潢 要聯絡廠商這樣 結果呢 半年後 他又回來上班 他說 你不是在開早餐店嗎 他說 好累喔 三個鐘要起來 三個鐘要起來 我每天幾點起床嗎 這樣 差不多 然後呢 說到中午 其實不是這樣 又要把那個店收了 然後又要這個 準備明天的東西這樣 晚上又要很早睡 年輕人要他早睡 很痛苦 早上起來 要很早起來 又很痛苦 結果說 賠多少錢 他說不是賠錢的問題 錢是賠了 連男朋友也跑了 來拜你 他說 他說 累的時候 再忙的時候 兩個人也吵架 嚇他這樣 什麼 這裡頂底 這樣 沒生意的時候 兩個人也吵架 越看越不爽 然後呢 又看著那個帳目又說 這個月會賠多少錢怎麼辦 然後一個叫說 你去跟你媽借 然後一個說 那你去跟你爸借 因為沒錢 沒要怎樣 要錢啊這樣 後來又回來做 電視 還好他還有一劇之長 可以做電視 那我就跟他說 那以後你還要不要再做生意 他說一輩子 他都不可能再去做生意 他說他真的是嚇到了 我現在講不是這樣 要恐嚇殺掉 會嚇大家 而是說做生意 真沒大家想得那麼簡單 其實洪怡講得很對 做生意真的要下定 那種堅定的決心 像我有投資一下小咖啡店 生意也還可以 那個店的老闆 其實這個原來是因為 我跟他爸爸很熟 他爸爸很熟 他這個小孩子很好玩 他其實書也不是念得很好 後來去當兵 當兵的時候 很多將官都喜歡喝咖啡 他為了這樣 討好將官們 就學習煮咖啡 煮到後來 煮咖啡煮給將官 煮到後來參加台北市的咖啡 比較得到一個前三名就是了 所以後來自己出來創業 可是他真的 有自己的想法 例如他管一個店 把那個店管得服服貼貼的 所以後來 他後來自己開店 我們有追小投資 我一直跟他講 他媽媽跟我講 聽他講的故事等一下好不好 來 先進去 所以如果有一些失業的事情 沒有生那個吧 這都是不好的歷史 大家比較容易拿出來 你看很多成功者